嘿早安 因為很多玩家都會問到說 到底在這麼多角色裡面 要先升誰的等級會比較好 就是要先拿到誰的能力之星 所以我這邊做了一個 用我的角度我自己排的名單 從S一直排到D 就是我認為最需要優先升級的 還有最不需要升級的 那不需要升級的不代表說他的能力之星不強 而是即使你沒有他的能力之星 你也可以很輕鬆的把它打上來 在每一個等級中我都會排四隻角色 然後一共會有八個等級 那從最上面的S來看 我覺得有能力之星差最多的當然是BB囉 這隻角色完全就是靠能力之星才好玩的啊 那我偏好的就是一星的那個跑速 全力打 因為BB有全力打之後 整個打法會完全不一樣 你可以在更遠的距離就提前揮棒 或是有更多走位的操作 這是沒有跑速的BB做不到的事情 再來看到卡爾 卡爾有能力之星之後也會差非常多 他一星全力投擲還有二星安全駕駛 這兩個都會對於使用卡爾這隻角色的方式造成很大的影響 你有了一星之後你可以快速的進行攻擊 會增加很多的DPS 那有二星的話在開大的時候其實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死掉 可以擊敗對方 所以卡爾是蠻需要能力之星的一個角色 那再來第三個是吉恩 吉恩大家就不用多說了吧 就是有能力之星就是一千四傷害跟一千七傷害的差別啊 就是二星啊 雖然現在烈星被拔掉了但是 有差這三百傷害在寶石還是差很多啊 吉恩 有了二星之後真的很好玩 那莫提斯會放在S也很明顯啦 因為他的二星複蛇突襲 可以讓你直接用雙倍的距離直接貼向敵人 沒有能力之星絕對玩不來的 那再來我們看到A加的部分 首先當然是達里爾 達里爾有護身鋼圈之後 玩起來會差非常多 這樣子衝過去殺別人 有了那個盾他自己可以不死然後反殺敵人 塔拉算是我比較私心放上來的 但是他的星真的我覺得很好用 就是開大之後可以多跑出那個幻影 那我比較喜歡的是會攻擊的一星的那個幻影 因為在你足球的時候丟出來 有時候可能就差一點傷害 那個幻影可以幫忙咬掉敵人 或是如果敵方沒有子彈的時候他可以直接追著敵人跑 所以塔拉有了這個幻影之後在足球會變非常強 那也不會說很容易空打 至少你都覺得還有幻影的作用 那佩妮 佩妮的能力之星也很棒啊 你有了一星的時候在弓箭戰 就可以玩出弓箭型佩妮的玩法 那這個沒有新的佩妮都是玩不到的 佩妮非常學校信心啊 最後被放在A加的是彈射 彈射如果先開到一星的話是比較好 就是可以多訓練彈牆墻增加100傷害 如果沒有帶能力之星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會想要刻意去彈牆 但是有了之後你就會發現這樣子很厲害 戰術策隊除了淘寶之外也可以拿來當進攻用 可以長時間壓血維持高的跑速 讓彈射有很好的機動性 那我們繼續往下揭曉吧 再來A的部分 首先是狂牛 狂牛的話 有了能力之星之後 紅燒牛或是護盾牛 對於牛來說都是很大的幫助 可以加子彈或是加強他的續航力 在很多單腳的對抗上都會打輸 那再來是里昂 里昂的話 他有了加速之後 再生死都會變得很容易殺掉遠方的敵人 但是現在這個版本更強的就是飲療之數 可以及時的回1000 之前有一部影片介紹過了 那再來是克爾特 克爾特也是有能力之星之後 玩法差非常多的一個角色 而且是帶一星帶二星跟沒有星都是完全不同的玩法 最後一個放在A的是陰獵人 因為陰獵人 沒有有陰眼之後 就可以在很多地圖上發揮作用 如果你很想要他的視野的人的話 就可以趕快把他升級 所以如果想要優先升級的話 可以從上面這些角色下手 那再來我們就要看到B加囉 波克爾的話 他的單曲循環跟近視不足其實都非常好用 但是他會放在B加就是因為他其實沒有了這兩個特性 還是可以打得不錯 接下來的角色大概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的 那布洛克也是 布洛克其實你沒有了四號火箭或沒有燃燒的話 會玩的人還是可以很強 潘姆的話他的使用率其實蠻低的 很多人都不喜歡玩 但其實他不是那麼迫切需要能力之星的角色 所以他被放在B加 然後妮塔的話 有了狂暴熊好用很多啊 不用沒有的話也還是可以 那再來B 雪莉就是一個基礎能力強的角色 在雪莉的緊急救護被消之後 他就沒有那麼急著升級的必要了 解析的話 碧爾也是工人原本就很強的 麥克 再來C的部分有 還有艾爾普利莫 麥克斯 比特8號跟保利 這幾隻有沒有能力之星 我覺得玩法不會差太多 而且沒有能力之星的話 玩起來其實一樣還是很順手的 那再來C的部分 好 C的部分有法蘭克、沙迪、亞跟滴答 滴答跟沙迪 就是原本就已經很強的角色了 那壓在幾次的BUFF之後也是 法蘭克 那接下來就要看最後四隻囉 蘿莎、艾米、傻嬌、跟星角、Mr.P 這四隻都是我覺得現在版本很強的角色 只要玩得厲害的人 根本就不用他們能力之星 就算等級很低 一樣可以把他們玩到很高 星角我是還沒抽到啦 不過他很強 以上這個票就是我排的能力之星優先升級順序 那大家還是可以參考自己玩起來的感覺去升級 那就祝各位在升到九級之後 能趕快開到自己想要的能力之星囉 掰掰